说到水粉 现代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祖母鸡的女性才会使用的一种保养用品 在各式各样的现代化妆品大型其道的今天 这种传统水粉的存在更是显为人知 然而在大马这种热带国家 传统的水粉却是我们老一辈人的智慧结晶 除了对青春痘 热肺子有极好的效用之外 其实炎热的天气里如果使用这种水粉更是有清凉的效果 早期的时候有些华裔妇女会自行在家里制作水粉 但是因为制作工艺实在是过于繁琐 因此到后来为了省去麻烦 大部分华裔女性还是直接向专门制作水粉的商家购买 到了今天会制作水粉的妇女已经越来越少 甚至失传了 而制作水粉的商家也因为市场上的需求减少而逐渐关闭 目前在槟城就只剩下福罗山贝新路头的一个住家室水粉制造厂而已 这个米是要洗干净 洗干净了 放水沉下去 沉下去一个月 一个礼拜换去造水 然后抽着有香味的水倒掉 换新的水下去 每个礼拜都要换 换一个月到了才洗干净 拿去抹 抹了还要过滤 我里也掉起来 掉起来再拿起来这边弹水的脚 然后再做 她是福罗山贝新路头连城水粉公司创办人杨景明 今年已经77岁 投入制作水粉的行业接近40年 她指出 说信自己的小儿子愿意接受 才不至于让这个西洋行业没落 每次放写回来就是做做做做做做做 写完功课就是帮爸爸按按按按按了 我爸爸就想出那种一个桶 从那个桶做做做 那个时候我只是帮敲粉啊 收起来啦什么 然后比较大了 我再帮忙他这样做一粒一粒 慢慢写咯 一步一步写咯 一步一步写写写写写写写到现在我全部都会 杨松发表示作为新一代的水粉继承人 他会尽全力的将父亲的手艺承传下去 希望通过网络来推广父亲的水粉 同时也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 让父亲的传统水粉品质更上一层楼 MTV7 槟城采访报道 MTV7 槟城采访报道